我去機場就知道我又飛了 但上機之前想帶大家去這個機場的貴賓室 我這個就是Plaza Premium Lounge 裡面應該也有很多東西吃 我想要先吃完才上機 剛剛我媽說旁邊有超多人排隊 其實這邊是新的 我上次來的時候已經開了 我覺得這邊的環境相對比較光 那邊比較暗,但吃少東西吃一點 剛剛進了這個Lounge 然後被人叫做問卷 然後我媽超好,幫我拿完東西吃 其實這裡我是一定要喝它的Azahi 因為外面喝到六十多元杯 然後這裡喝我覺得是很划算 而且這裡一定要吃它的魚蛋米 超好吃 我覺得一足麵那個已經很好吃 這個比一足麵那個更好吃 它的魚蛋超級彈 還有它的魚湯來的 它真的是白白的,你看看 超好吃的 我吃東西才好餓 之前去新加坡呢 它是有辣沙湯麵 香港它就變了魚蛋圍 我相信如果去台灣的Plaza Premium 可能又是另一種麵 但是如果它是晚上才來這個Lounge 有什麼東西吃呢 通常它會有一些公仔麵 即即食麵,杯麵 那些給你拿走的 就是這裡有很多不同中式西式的食物 燒賣、麵包、粥、餅乾、即食麵 不同的食物都會有 總之這裡就是非常多食物 保證你們吃飽了才可以上機 我買了第二輪的食物 我這次買的全部都是西式的食物 我自己做了一個全日午飯 有紅莓酥 然後有些腸仔、薯餅和一些茄汁焗豆 這個紅莓酥 哇,挺豐富 它裡面很濃郁 而且它有些紅莓乾在裡面 但不知道是不是放得太久 我覺得有一點點乾 如果它再鬆化一點點 就完美了 它飲品方面其實也有很多不同的選擇 有汽水、維他奶、水、咖啡、奶茶和啤酒都會有 開了這個PASA Premium Lounge 那我好飽啊 剛才吃了都一碗魚蛋粉 還有一碟類似全日午飯的食物 其實很豐富的 完全是夠飽的 那我現在就要走過去那個閘口等上 不知道我最後去了哪裡玩呢 記得留意我接下來的VLOG 我們下次見,拜拜 下一集將會是我第一天和第二天去泰國的VLOG 那我就會帶大家進去這個7-11 吃最近最HIT的芝士沙文紫菲碟 都蠻好吃的 然後就會去一個華銀的夜市 吃一下地道小吃 第二天就會去這個希臘的小鎮 拍一下照片和坐下船主木馬 然後再去這個瑞士的農莊 餵一下羊仔 然後醉鴨醉到下水 然後呢 就再去這個泰國的皇宮去參觀 再去水上市場坐到返艇 返完艇之後 就去這個華銀的懷舊火車站 走一下拍一下照片 然後再去這個復古的市場走一下 然後再去這個超級市場掃貨 再回酒店試這個最新出的麥當羅海南雞飯 敬請其多啦